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化观光或者是教育 还有人民的互动这些项目里面 那么苗栗县的工作重点是侧重在哪些个面向 大家都一直跟着大陆的感觉走 大家全世界都去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那我们台湾的部分 在政府上台以后 也积极的推动所谓的新南向的一个政策 随着成球化的一个浪潮 包括东协以及南亚国家等新兴的一个市场 国家迅速的崛起 就地理位置而言 有越南 泰国 印尼 菲律宾等国家 同为亚太地区的重要成员 因此在观光旅游 文化教育 经济贸易等面向 自然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一个交流 那么我们苗栗县 近年来外培的人口是急剧的在增加 到106年的8月底 新住民人口数已经突破了一万四千人 那相对的也比我们苗栗的原住民还要多 还要多 所以就资本的这个资料看起来 我们这个苗栗县22县市里面 可能是前三名的这个人口数 所以其中以大陆港澳地区新住民为大宗 就占了8318人 其次是越南的新住民为成仙296人 印尼的部分是1829人 所以多数的新住民而言 最干确而且需要政府协助的事物 那就是所谓的生活适应就业问题 因此我们县政府在105年组织再造的时候 就成立了所谓的妇女及新住民事物科 来开设试制驾驶训练 亲子教育还有这个技艺职讯的课程 来这个新住民事物科来专门为这些的新住民来做一个辅导 那本县一山磅水有三层支撑 自然的生态景观非常的丰富 除了精致的农业形态 那也拥有特色的温泉 休闲的农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台湾的温泉 是日本的专家 甚至于我们台湾评比 台湾温泉是全国第一名 所以很多的日本的喜爱 泡河温泉的 也来这边 搜寻台湾的温泉区 那么我们已经慢慢进入冬天 又是泡汤的一个好季节 给这次机会 欢迎全国或者世界各地的好朋友 来我们台湾做客 那么我们台湾目前正在规划一个 超五星级的一个温泉饭店 那么未来将会成为我们苗栗 第一个五星级以上的饭店 这是要跟各位来做个预告 那我想就是就这个 特别是您刚刚提到了观光的部分 那观光的部分 我可不可以也请您来多做一点其他的介绍 我听说这个目前我们在苗栗 其实有一些很不错的一些观光的规划 像比如说大家都会在玩的时候 就会一直去想到要快速的来 比如说玩完了就到下一个景点 玩完了就到下一个要吃东西的地方 那我想请教一下 那么在苗栗是不是玩的这个形态 完全就不一样了 缓慢这件事情在苗栗 是不是特别特别需要享受的呢 是的 那么我们苗栗严格讲起来 在观光的这一块可以算是个处理地 我们没有101 我们没有阿里山 我们没有所谓的这个略坛 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观光资源 但是呢 我上任以后非常积极努力地去争取国际漫程 那么国际漫程目前是有35个国家 还有将近200个city town 去加入这个国际漫程 那么他们是以乡镇为主 我们台湾总共有四个 有四个这个国际漫程 一个就是这个花莲的凤林 第二个是嘉义的大林 而无独有我们苗栗一口即拿了两个 一个就是南庄 另外一个就是山蕴 国际双漫程 讲到南庄 它是一个多族群的一个文化的一个 这个观光区 那它有所谓的桂花巷 还有这个护鱼步道 甚至于我们这个观光集班 我们设的一个旅客服务中心 还有一些客家美食 原住民的丰卫山 然后它那边一位 比较有山区里边 有很多的这个农特产品 都值得我们去品尝 像比如说他们的尊仪 熏的尊仪 它这种尊仪要大概温度要十几度 才能存活 而且这种鱼不能够受到污染 一污染这鱼就翻肚子 所以这个鱼是非常健康 而且吃起来口感好 而且这个本身 它有它的这个一个特别鲜美 而且干净的一个鱼类 另外像我们的贵族笋 还有一些的这个原住民族的 一些编制的特色等等 都在在的展现 这个南庄 他们的好山好水 也是个多元文化的一个这个乡镇 所以他本身拿到这个国际双曼城以后 那意大利总部的这个总裁 也亲自的跟他的秘书长来参访 我们的三亿跟南庄 那三亿的话 他得天独厚 有全国唯一的汽车制造厂 叫做一龙公司 然后呢又有一些的民宿饭店 像比如这个叫做树野 是全台湾第一名的这个民宿 也在我们的山野 然后他有西湖度假村 有正在港工快要完成启用的 叫做金达摩茶博物馆 还有很多的这个一些的一龙公司 他要打造全东南亚最大的一个 这个试车厂 全场高达780公尺 然后他们会造成一个空洞的事 未来他也会加入到苗栗的观光汽车工厂 那么我们目前苗栗 有六个已经注册的观光工厂 当然有一些生物科技 有陶瓷 还有其他的各类的 像比如亚文 他也是观光工厂 但是他们的这个 虽然观光工厂 但是他的卖相很好 像亚文 落意不绝 有时候这个车子排长路排一公里以上 那就是他们的这个 对于这些的他们经验 策略上都值得我们去肯定的 那三月还有一个好的 在预计明年 明年的六月份 我们将会启动 所谓的全国第一台的这个 RAID BAT 就是所谓 铁道自行车的一个建制 那这个东西就是 像比如意大利 韩国 甚至于澳洲 先进国家就有这些 那台湾第一个就是在这里 我们的苗栗三亿 这个部分 我们的全长大概有 3.6公里 3.6公里 那么他这个 这个 刚好到台中的这个交界 大安西口 这个部分 我们 透过交通部观光局 我们争取了三亿 来把它建制完成 那么一期 明年的六月 就能够正式的 对外引运 因为他这个中间 有藤隆 这个 这个断桥 还有 这个 盛兴车站 还有些 隧道 那都是 值得 乡间 去走一走 看一看 然后在那边 有很多客家美食 那么国际漫程的目的 也就是所谓 慢食 慢油跟慢火 远离城市 那种紧张 而且 具有压力的 这个生活圈子 来到我们的 苗栗山 这样的地方 不光抒压 而且 你慢慢的 自己休闲 那么用 在地的食材 然后 吃客家的 这个 风味餐 那 有很多的点 都可以 让 乡亲 来到苗栗 留点万怀 我想 对未来 这个 山益 会是一个 这个观光的亮点 新的亮点 那当然其他的 海鲜有海鲜的 他们的 这个 一日流 像 燕里的令草 还有 他们 这次文化部 给了我们 一笔钱 把这个 蔡司的 济阳堂 古老的建筑 把它再重新的 这个 这个 造 然后 然后完了以后 也会是一个新的 一个 这个 观光的景点 是 像比如 出 蓬楼 具有两个 客家的园区 一个是 童话公园 一个是 这个 客家文化 延区 客委会对我们 苗栗县 情有独钟 浪漫台山县里面 是将会 以我们苗栗为主 目前就 前瞻计划里面 就给了我们 三亿 给了我们三亿 来打造一个 所谓的客家 文学花园 那么 出房坑 出房坑 是有 在公馆 它的这个 面积 16公顷左右 会成为 亚洲最大的一个 客家的一个 文学花园 对岸 是全亚洲 最古老的一个游景 世界第二老 东南亚最老的 一个 这个 古景 就是 中游 在早期的时候 生产 还有挖掘 天然气 还有 汽油的 这些的 一个所在地 那 未来 它那边 完成了以后 不光只是一个花园 还有其他的 闲置的空间 也可以在 适当的机会 也可以打造一个 所谓的 民宿啊 或者客家文物馆啊 甚至于饭店等 当时后这个内容 会非常丰富 每个乡镇都有它的特色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带大家来到 苗栗县政府 那么最重要的是 我们经由苗栗县的 大家长 苗栗县长 徐耀昌 徐县长告诉我们 苗栗呢 其实是一个国际 慢城 它在这里 慢食 慢活 慢游 于是乎呢 我们今天的访谈 其实让我们觉得 非常非常的自在 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呢 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们继续邀问 请您访问 徐县长 2017马来西亚台湾形象展 11月9号起 在吉隆坡登场 马来西亚台湾形象展 规划了11大形象区 及8大产业区 带领180家厂商 展示于5000项 精致优质的产品跟服务 展出美妆清真 创新电商 绿能环保 农余科技 智慧通讯 国际医疗等多项主题 期盼在当地民众 及业界人士心中 建立高科技 高品质的优质台湾形象 本次形象展并搭配 商机煤盒会 产业合作研讨会 文化表演等 台湾州系列活动 将台湾的产业文化 完整地介绍给 马来西亚各界人士 协助台湾厂商 拓展马来西亚市场 并且建立知名度 Best for my life 10月9号到10月11号 欢迎到马来西亚 吉隆坡会展中心 参加2017马来西亚 台湾形象展 以上内容由国际贸易局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聚焦新南向开拓新商机 这个专访里面 我们为您来访问苗栗县的县长徐耀昌 县长刚刚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跟我们介绍 苗栗呢 其实是一个国际曼城 来到这里的话 哇 这个很棒的观光资源 正在等着你来开发 等着你来这里游览 他也提到了很多的美食 不过刚刚呢 我们看到的是一开始的时候 县长也告诉我们 苗栗有很多的外籍的配偶 或者是外籍的移工在这里 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请教一下县长 那就是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为他们开设了一些 一些特殊的一些行政的一些帮助 还有给他们很多很多的福利 这个部分其实是可以吸引很多的 在南向国家里面的朋友们 能够来到苗栗 他们在这里落脚 在这里生根 所以我是不是也可以请教一下县长 告诉我们 那未来在这个部分 我们还有怎么样的福利 可以提供给这么多的外籍的配偶 或者是移工们 可以他们在来享受的 刚才也有提到这个南向政策 那我们相对的苗栗也是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里面 对于新住民的部分 我们也是实质的给他关怀 除了刚才所提到的 有设置这个新住民的一个这个科之外 也设置了两处新住民家庭的服务中心 一个在南区 一个在北区 这两处新住民服务的据点 一个是在祖南和大福 那么对于所有的新住民服务的区域 规划咨询服务 还有个案的服务 宣导服务 家庭休闲的活动 还有亲子的这个互动活动 还有通育服务等等 一个这个所谓的福利的一个福利的服务政策 第二个就是设置两处新住民的这个学习中心 有厚农的海堡 还有公馆的五股国小 提供新住民这个试制课程 等相关的教育活动 让新住民学习基本的中文能力 也能学到在地的客家文化语言 来降低文化的一个差异 同时间也办理了所谓新住民适应辅导班 提供对生活适应 还有居留及定居 那地方民俗风情 还有就业 卫生 就所谓的包括这个传染疾病 或者艾滋病的防治 子女的教育 人生的安全 还有基本的权益 语言的学习 性别平等 及权益等免费的课程 那我们也特别要求我们学校的校长 对于新住民来讲 不管他是来自哪里 来了苗栗就是自己一家人一样 你不光要好好照顾你的这个外配的太太 你更要好好地照顾你们的心血的这个子女 不要让小孩子天生天养 没有善进一个做父亲 或者让他们融入家庭的一个生活 这个部分 我们也特别的要求校长 一定要特别的来关照 我们新住民家庭的第二代子女 让他们很快的都融入在这个一个生活圈里面 这部分我们一直在持续的做 那为了营造友善多元的环境 我们也提供了许多国语的这个语言 包括中文的繁体还有简体字 还有英文越南文印尼文 这个福利资源先导单章的这个设置 新住民照顾辅导资讯的网站 给予新住民更多便捷的这个服务的管道 那再者我们也鼓励新住民走出家庭 并积极的餐饮 各项生活适应的相关活动 积极的争取中央新住民发展基金 的经费的益助 截至目前已获得移民署补助 这个新住民相关的活动有21万 金额高达1065万元 期盼新住民及家庭借由参与活动的过程 与邻近的社区来增加这个彼此之间的互动 新长当然了新南向政策有一部分是跟产业有关 那么我来这边的时候呢 之前有跟新政府的相关的 其他的首长也谈过 大概我还了解就是说 原来在苗栗有很多的产业 他们其实也不去西径 然后呢就开始到南向去了 那么特别是纺织业 听说了这个苗栗是台湾纺织业的一个大本营 我可以请县长也简单介绍一下 原来我们谈到了苗栗的纺织 是这么的足以自豪 是的 我们在早期的时候阿扁时代 我们苗栗的几家的这个 非常成功的这个纺织业 就已经这个所谓的南向政策 那他们包括厚栗的这个儒红企业 他现在是基本上在成衣界里算是古王 另外一个我们也是苗栗之光 这个叫做广越 他是古后 那么这两个古王古后 都是成衣界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企业 卢宏在20011年的时候 就取得越南胡志明市的 这个Cortex的成衣厂的经营权 而进驻了越南已经有六年以上 那是本县的进驻这个东协国家的一个厂商 而刚刚所提的广业 是全球第二大羽绒衣制造厂 前三大运动的品牌 包括Nike 爱迪达 超过五成的羽绒外套 都来自于广越 那另外竹南的卢星之一 他们是在66年就成立了 72年的时候 就进入了休闲服饰的领域 83年在越南设厂 成为越南第一家 这个外资独立的成衣公司 在86年的时候 柬埔寨又设厂来生产 成为如新至于最重要的一个海外据点 县长 我们才知道原来 哇 苗栗的纺织业 有这么杰出的这个成绩 也最重要的是 他们到了这个东南亚国家去发展 等于说是我们把西境的一些压力 给分散开来 这也是我们新南向最要看到的一些成果 所以最后我们今天还要再访问县长 最后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苗栗县的县民 或者说是在苗栗经商的这些业者厂商 他们需要到苗栗县政府来 寻求一些西南向政策方面的一些协助 我想请教一下 是不是我们会有一个统一的窗口 或说我们有没有一个怎样的一个专责单位 或是怎样的一个单位呢 是可以来协助民众来 不管是对于西南向政策的哪一个面向也好 他们都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呢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对于中央政府 他们所推的各样的重大的政策 我们都乐观其成 而且来全力的来配合 只要我们台湾好 苗栗好 每个人生活富裕 都是我们一个从政者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这个富裕的价值 希望说能够让这些想要到南向去发展的这些企业家有所依据 那这个所谓的新南向政策是以人为核心的一个台湾新基地的一个策略 那强调的是双向交流的伙伴关系 把台湾当作是东协的一份子而融入了这个建茂的这个体制 那么我们本身 我们现在有工商发展处 那另外我们又设置了所谓的公测会来协助这些厂商 看他们对于我们这个苗栗的企业 有什么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 至于这个部分 可能又牵涉到这个国家整体的一个营造 这个有些的权责 大概要直接到经济部啊等等有关的单位 那么我们能够做得到的也会尽量的来给这些想要到这个南近的这些企业来给协助 那至少县政府有这个义务跟责任来协助他们能够成长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 有关于聚焦新南向开拓新商机的系列专访呢 志平为您来到了苗栗县啊 我们在苗栗县政府里面呢 专访县长徐耀昌 最后还是要欢迎各位啊 也许你听到县长说了这么多的苗栗县的好 真的不如你亲自来到苗栗县来走一趟啊 体验一下这里所谓的慢食慢游慢活 一切的是那么的自在 志平真的是在这边跟大家挂保险啊 一定要来 我们最后再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好不好 我刚刚说了闽南语挂保险 在客家话里面 有没有一个特殊的 这样类似的一个话来吸引大家 就我向你保证 这里是最棒的地方 一定要来 可不可以用客家话 来跟全球的这些 很棒的这些游客们 或者是客家族群来说 请欢迎你们来到苗栗县 好的 刚才我也特别强调 这个行政院科委会 对于浪漫台三线 我们的苗栗县是一个 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县市 希望大家请知 来闽南老廖 就跟他下主持人说的 来刮保证 来到这边 一定会分感觉到 客家人的好客 还有闽南增淫的后梯房 后山后岁后年前 家众 东东 他把米色 还有 铁房东 文化T-SET 吃得饮 就要老了 然后榴莲晚饭 是 哦 好棒好棒 虽然志平不是那么懂客家话 但是其实可以从县长的这个 刚刚的这一份话里面 可以提醒到大家 大家还是要来苗栗县走一趟哦 各位 我们央广早安台湾的好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为各位来到苗栗县专访 县长 徐耀昌就为您进行到这了 也欢迎大家 真的不要忘记来到这里走一走 谢谢县长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好 谢谢中央电台 我们的下主持人 祝福大家 平安健康 谢谢 以上单元是由行政院提供